話說回頭 如果有人想問 我表哥的照片裡面的尾腿是誰呢? 不是我的 是我表妹的 好了 剛剛學生那裡也看到 大家聽不懂普通話嗎? 如果聽不懂我可以翻譯一下 但我的普通話也應該可以吧 其實就他不見了學生證 這件事在我的爆粥帖子 是有特別提到的 一些證明文件和學生證 我甚至是講圖書證 百達通 他不見了學生證 然後要付錢 但是說真的 這個一百塊濕濕稅 看看我這個客人 他要用了五塊水 其實水液漏的東西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尖 不單止水液向雙子座 其實每一次水液都要小心 忘記帶電話 鎖匙出街那些 這些事情我自己都發生的 又或者 如果那些東西留在我家裡就不要緊 但最怕就是你出街 留在餐廳和交通工具上的東西 這樣就最麻煩 然後大家看看客人的事例 你們從來有沒有這樣發生過呢 甚至現在這位客人 我想他用的錢就要更加多了 因為製造交通工具 製造車的維修價錢 他說要車價的一半 還有水液呢 因為水液是一個流動得很快的星 所以他跟我們人世間的交通會好有關係 所以每一次水液 交通都會出一些問題 可以是你的代步工具壞了 或者你漏東西在交通工具上面 這裡就會吃了兩個星 就是漏東西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來來會會 你很難達到目的地的東西 你總要好事多忙 所以就算剛剛上一個星 你明明下了樓 明明出門 但是之後又發覺 留了東西是 你又要回去 這些折返的事情 經常都會發生的 所以你留了東西是交通工具 或者是交通好多的意外 容易出一些不同的狀況 而這次呢 尤其是海陸兩路的一些麻煩濕制的東西會比較多 那為什麼會關於海洋人事呢 因為在我最近 5月16號 那個簽證語言 那條影片的名字叫 2021下半年的人體路 那我這裡會給大家一張卡 看一下右上角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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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什麼呢 對了 就說了 因為 那個海雙魚 海雙魚就會沖了那個 那個 雙子座的東西 有一個 不是沖 我們叫形 形黑 所以海雙魚是說一些海洋 武器 濕陋陋的東西 就是海路的交通 那麽同時呢 那麼 綠陋的交通就是相智 那 喔 還有 那更加到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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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時遲那時快 當水溢陰影期踏入了沒有多久之後 還是我不記得水溢正式進入了 在5月底好像是29日正式進入了 還是不記得是前陰影期步進入了之後 其實已經有這宗沙田發生的意外 就是說有個孝包 又是大沖橋路 我稍後再說大沖橋路 大沖橋路有個孝巴沖入單車徑 其實這裏是同時吃了兩個特別的水溢的概念 其實只不只兩個 首先交通意外 一些比較奇奇怪怪 還有一些比較會突出的交通意外 通常在報紙上會看到很多 還有孝巴上面是有學生 所以相似是管理學生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次水溢 大家會容易見到學生時代的人 這裏是下班 還有它撞了單車徑 單車這件事我剛剛上面也提了 還有我想在我之前的WhatsApp 那個blog card message 我也是提了單車會容易出意外 那這次它不是一部單車出意外 但是它衝落了單車的境 那你也可以說是有少少關係的 那還有呢 同日有一件很傷心的事 那我正在製作這條片 是2021年的6月13日 星期日 在香港時間下午2點53分 又是沙田大沖橋路 那個十字路口 河畔花園對出那裏 那個十字路口又是發生了一宗很嚴重的交通意外 有一個6輪就撞到一輛白色的試駕車 那整個6輪是翻了的 大家在Youtube都可以看到很多的 影片都很震撼 我摸頭髮 我慢點病蜜熊 那希望忙者可以得以安息 那但是我這裏忽然之間就覺得 其實這個十字路口呢 我相信不是全部人都認得它的名字 但是是經常那裏發生意外 你會認得它的樣子 所以by the way 我覺得其實 運輸處是應該要做一點點的事情 那裏可不可以那些燈較慢一點 或者是 紅燈完A那條路 然後可能等三四秒 然後B那條路才載什麼 或者是沿途再弄多點指示牌 或者不知道 甚至是彈個閘出來 因為那裏真的發生意外 我覺得那裏其實 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OK Anyway 我們繼續看吧 呃 嵐橋 大家記不記得這宗新聞 就是連長道嵐橋的 連長道在哪裏我都不太清楚 農場道我就知道 觀塘農場道我就知道 連長道不知道了 九龍灣 Anyway 那就是 就是無端端有這些交通的奇怪意外 還有香港很少嵐橋 是不是呢 大陸成的嵐橋我們就知道 但是香港這件事是 就是 聞所未聞的 但是竟然都是在這個水液商市的時期發生的 啊 好了 那我這裏不分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次這個水液商市的影響會特別早呢 其實一踏入陰影期 我想五月中左右 是的 他那些東西已經是狠狠的聲音來了 那為什麼會真的這麼早呢 因為 第一 水星在雙子是一個叫做廟位 那他的力量是特別強的 那所以他的影響力也會更加強和快 那第二就是說 因為這次的水液呢 是吹合那個不交點 OK 那不是說吹合 他們不可以吹 我之前也是吹合的 是呀 水星比我的不交點 好 那同一個方向 那所以 不交點呢 他有一個叫做放大的能量 那所以為什麼會把這次的水液的影響 發揮得臨離盡致 還有是更加速度是厲害的 好 那然後我們有以下這一單 嗯 很出名 安全周火警 那 交通 是不是 然後還有 海 是不是 海洋的事務 那所以海上的交通 雖然他這個 這個等船 等船應該不是負運輸用途的 那但是其實他也是叫船 那船你本身都是負運交通的 還有在海上的事務 還有這個 這個安全周火警 其實我最近是做了一年 不知道五輯 還是六輯的 塔尖暖林 星盤分析 在各大平台都是有的 YouTube Facebook IG MEV都有的 應該 那你們是可以去看 尤其是對簽升學有興趣的人 又經常問我什麼時候開班 那些人 那我 遲遲都應該沒有時間開班 但是 如果想學多些簽升的東西 那其實 經常要去留意一下 塔尖暖林星盤分析 那裏就真的會有很多 符以理論去解構 現實生活的 一些完美示範 好嗎 那 還有尤其是 今次這個獨舞 是有一些 蜜蜂 籠罩著整個香港的核遺症 然後這些東西 就完完全全是海鑲魚的體驗 好 那之後我們當然是有高雄港的意外 在台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條片 那都是一些港牛 都是給一些交通運輸用途的地方 雖然不是那個車 其實都是關於那個機器的事 這次水液的影響 就會有這些東西 不單止向香港 因為水液是對全世界有影響的 在我們附近的地方得知的消息 就有以上的這些 跟著當然就不少得 每一次水液都有一些普遍 就是會壞一些電子東西 一些儀器 一些零件 一些小器材的東西 但當然 每一次都會有一些更加特別的概念 例如 上次在2021年2月 水液水瓶座 我就已經是一早提醒大家 會壞廚廁的東西 廚房廁所的東西 那大家呢 那些的反應是狠狠的 不知道誰的廁所天花瓶又塌了 馬桶又爛了 水龍頭又壞了 電飯煲又壞了 然後雪櫃又壞了 尤其是 雪櫃電飯煲這些東西 是很少壞的 尤其是電飯煲 十幾年都可以是那時候壞 那這件事是 見證了 正所謂 Astrology is real 還有我講的東西是有幾精準的 OK 那這裡大家看到了 哪個 Sensor又壞 上網又斷 WiFi又壞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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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冷氣機 對 又是這些電子東西 OK 不知道什麼 伺服器 IP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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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不少 最重要 就是有 某一個組長 恆生和匯豐的銀行系統是發生故障的 但其實那一陣子 同時在美國和加拿大 都好像經常有一些銀行的故障 如果大家喜歡聽什麼陰謀論 歐心明的朋友 就好像說 這些是美國的行動 諸如此類 那些東西我都不太熟 但是如果要從一個 純粹尖聲的角度解釋 就是 水翼 OK 那時候也好像是 上次月食之後沒有多久 上次做月食 也是因為這個月食 也是因為兩個發光體 同時合在一起 OK 也是會放大了 兩塊光一起 是放大了 水翼的能量 也是會更加發生的 OK 所以全部東西 其實是千絲萬縷色色相關的 然後 有 舊的人去找回來 那麼 舊人找呢 就是 見回舊朋友 舊的人 故人 都是一個水翼的common theme 來的 但是這次我已經是 一早提了大家 尤其是會見回 學生時代的人物 OK 同事 一起工作的人 親戚 我剛剛加了給大家 其實這些東西 我一早都知道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看 因為我覺得比較 minor 但是竟然我會無端端見回一個 我想真的14年開始已經沒有見 即是六七年的表哥 而他是一直在香港的 OK 還有一些街坊街里 街坊街里那些我都提過的 可以看看我的客人 OK 有 都是 不單是一個 是兩個 OK 又是一些 舊的老闆去找回他們 給他們一些好處 給他們一些錢的東西 請回他們 OK 這些都是幾值得開心的事 來的 不知道在你們的身上有沒有發生 然後我發現 這次的水溢 根據我的一些粉絲的回報 他們經常見過那些人 動輒真的不知道十幾年 真的不知道為何會這麼久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看 首先有一個四年以上 沒有見的 OK 四年以上 OK 還有更是中學同學 真是同學 好 這個就再厲害一點 九年沒有見 OK 九年都差不多是一個中位數 OK 但是他又再有些什麼板回一城 他就是見到一個埃及人 跟香港隔十萬八千里的地方 都可以被他撞回這個朋友 好了 接著九年之後 加一年 見到一個十年沒有見的舊同事 Exactly 就是同事 OK 同一幅圖裡面 還有一個我講對 即是講對了父學生爆發的事情 接著到下一幅 上面就有人說 雙圖 有人說 我見到很久沒有見的同學 師妹 又是那些學生時代 不知道這個很久是叫多久 OK 接著又有人說 見到中學大學同學 OK 接著下面有人見到 十五年沒有見的舊同事 OK 十五年 那現在呢 即是我們這個坊 是不斷在升級 那個年份是越來越長 好了 現在開始進入到氣獄了 那這個客人 都是看完我那個YouTube 2021下半年 人人看了那條片 才知道有水星逆行這回事 然後他就 就是 滿然一醒 咦 最近無端端見到一個 認識了二十年多些的朋友 現在去到二十年了已經 還沒完的 陸續有來的 但是我想 問一下你們 你們也可以趁現在這個時候去想想 你們最近有沒有真的見到一些 是很久沒有見的人物呢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太過神奇 喏 二十年了 三十年都來 OK 二十年三十年都來 但是三十年這個呢 就是在電視機看到的朋友 但是 都算是認了 因為未必那個朋友要去找你 但是他在你那個 腦裡面 那個記憶 去溜起回 溜起回這件事 那不是他見到你 但是你看到他 是不是 那這些呢 全部是逆行 什麼叫逆行呢 你回顧過去你的過去 我剛剛想說你的過去的生活 好像說你的詳細 對了 就是回顧你 人生裏面之前的東西 所以你不會見回一些舊的人 OK 那這個 三十年呢 我覺得是一個最厲害的事情 來的 好了 那到最後 所以 上面 Athena小姐 見到一個 只有幾年沒見的中童呢 已經是太離譜了 幾年沒見的話 OK 那下面也是 Sabrina就說 也是見到二十多年沒聯絡的中童 對了 還是別人打電話給他 OK 然後 他也是有很多神準的事情發生的 OK 例如那些 琴流感 對 我一會兒 也會和大家說這件事 但是 如果你們有看回我 那個2021下半年人人體路 其實已經會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OK 但是我之後也會看一看的 然後現在呢 有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要宣佈 OK 但是也是一件舊的事情 OK 就說回 中歐的投資協定被反對 否決 不能夠再預期進行 是的 所以 在我 都是那個2021下半年人人體路的那條片裡面 是的 在5月16日 上升的下一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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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升完沒多久 我想是一個禮拜之內 就立刻彈了歐洲這件事 而在那條片裡面 我是說得很清楚 一些合約 是會毀約 OK 大家不能夠達成協議 不能夠達成公式 是的 甚至是一些本身已經是進行的合約 都會被人思維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更加害怕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即有那些 我那時候是 叫什麼名字的 我記得了 即是我說 會不會是一些 一些地方 例如小漁村的 基本的一些法律 那些東西 例如那些什麼 德國韋貴 或者一些地方的聯合聲明 會被公然地思維 是的 這個是我最擔心的事情 OK 但是 即是可能那些 李正 阿大哥也不笨 他又沒有那麼明目張膽 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 大家其實明白 現在這些事情 都已經當業無存 但是那時候 我很擔心他會是 公正去撕毀這些 的合約 OK 但是 這個大哥 其實他都不能夠獨善其身 在這個世界舞台 現在歐洲 就跟他撕毀了這些 這樣的協議 OK 總之一些 存在的合約 OK 那麼 是一件 即是 都比較振奮的消息 OK 還有 在我那個 2021下半年 人人看來的那條片 在YouTube 那裡 那個留言 其實 我至於 都標示了 很多 那條片 已經是趕中的事情 大家要想想 那條片 是5月16 5月16 up 而我今天做這條新的片 是6月13日 即是 一個月都未夠 但是那條片 已經是有 好多的事情 趕中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2021下半年 有什麼需要注意 大家真的要看那條片 OK 好 現在就說完一些關於水液的事情 我想去 我想進行去下半場 不過呢 水液 大家如果還不知道 其實水液什麼時候完 什麼時候才會亂完 OK 跟大家說回 理論上是去到 6月22日 但是呢 我都說了 有些東西叫做陰影期 那之前在5月中 已經是入了前陰影期 那有前也當然會有後 那原來那個後陰影期 還要分兩部分 第一個是6月28 那所以其實 由6月22正式完 去到6月28 這6、7日裡面 OK 都會有少少余報未了 但是真真正正 完全沒有影響 要等到7月7日 OK OK 現在來到氣獄了 那當然 大家有看過 5月中那條下半年人人看的那條片 其實已經知道 禽流感這件事了 那我那時候已經是 嚴正呼籲大家不要吃雞癌 是不是 我那時候說 在那次的月食之後 不是月食 是 滿月月食之後 就不要吃雞癌 對 然後我之後 也有一個報告 曾經去解釋過 為什麼 為什麼會看到禽流感呢 對 尖聲學怎麼看禽流感呢 OK 我因為那次的滿月月食 是發生在射手座的 又叫人脈座 然後射手座 在古典尖聲學 就是管禽鳥的 OK 然後我也看到一些其他的聲象 有不同的共通點 就是 大家去構成的那個故事 就是說 接下來的禽鳥 作為一些我們人類的資源 就是糧食 通常用禽鳥都是拿來吃的 OK 會發生一些病痛的事情 OK 所以就叫大家不要吃雞癌 果然在那條片 說了不久之後 立刻就說 不知是西藏 然後不知是哪裏 就說 有首單的那個禽泉人 不知H幾N記 這些東西已經是重到板板聲 不單是西藏 兩個地方 其實這圖沒有說 江蘇省 江蘇省是其中一個 還有的 在西藏那些都有 青海那些都有 你們去看 你們去Google 打琴扭感 就會看到很多有關的故事 同時在那條片裏 我都說過 咦 接下來是全世界的傳媒 都會有一些問題發生 為什麼呢 因為木入雙魚 而雙魚和蛇手 是有一個型的雙位 那 是 最擔心就是蘋果出事 但是這裏有個客人 竟然提醒我 咦 原來無端端 BBC是被人翻舊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害死大安娜王妃 OK 所以 這些是傳媒會遭受到的問題 OK 還有 為什麼這麼多年前 大安娜是何時死的 不知道 哎呀我不知道 19 193 我想起碼20年 有沒有 對了 我真的不太清楚 OK 想一下 為什麼會現在 先來說 先被人翻舊 暴障 為什麼 我也說過舊字 大家聽到一些什麼的 關鍵 OK 大家會想起到什麼 就是水益 所以呢 傳媒被人搞 或者沒有說他被人搞 這裏是他活該死的 但是一些被人翻舊帳 而令到傳媒 要受到他審判的事 完全是水益 即是有份參與 還有在我那次 2021下半年 人人看的那條片 我都說了 就是因為 目相遇 形了社手 好了 現在呢 就有些更加 有開心 又不開心 但是是一些人心必經 必經的事情 對啦 就會說一下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紅白意識 是的 還有這些事情 我不是這次 就是在五月中 人人看路的那條片 才說的 其實是更加早的 第一 在今年年頭 有一個 六星連珠那條片 我想叫塔尖亂林 解構水平座六星連珠 不要緊 我這裡會給大家看一張卡 大家可以看看右上角的位置 OK 好 在那個六星連的片 我已經是說過 就說呢 呃 今年 是的 搬菜豬木入相遇的時候 是會有很多的白事 不是 我是這樣說的 我從來是這樣說 我是說賓儀會很興奉 首先因為呢 我不是說因為看到很多人死 而是因為看到殯儀興奉 但是殯儀興奉 他生意好 就是多人死 是不是 這個推論是這樣推出來的 OK 但是呢 理論上真是根據那個聲像 其實只是說殯儀業會興奉 所以其實你當 就算殯儀業 他們有些什麼很重大的 break through 有些什麼科技突破都可以 OK 但是 最直接的解讀就是 因為多人死 他們很生意 是的 那條片呢 我已經是一早說過的 OK 然後呢 另外 所以會白事多 但是另外 紅事多 就甚至在再早些 就是去年 我想都是去年2020年 大概是夏天 OK 是不是呢 隨便吧 總之你們去找 有一條片就是叫 全球華人只需知道的三大預言 OK 那又是看回右上角的Q卡 OK 那呢 就說過呢 欸 今年2021 就會是紅事很多的 很多的婚宴啊 即是那些喜慶的事情 OK 那果然 我的客人呢 他們已經是不斷在這裏反應了 那還有 不單是這幾幅圖的 其實 就算在我身邊 對啦 幸好我沒有 即是認識一些人 出了白事的狀況 但是呢 即是一些很遠的一些 所謂家庭朋友呢 我知道有些老人家 已經是接二連三這樣走 是這個目相遇的時期 OK 然後還有呢 我有個購母就很搞笑 他直接說 哇 在這幾個月以來 他去了不知是五六次殯儀館 OK 那然後就 但是說回紅事呢 就是我姐姐結婚啦 是不是 都是在五月中 五月十五 不知道十七十八號 那些朋友呢 是在佛誕之前那一天 是啦 所以呢 是真的完全認了 今年整個2021 會是紅事多 還有這段目相遇時期的短短兩個月裡面呢 就白事都會更加多的 OK 那所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 當然是 小心有一些不開心的白事啦 那雖然 人生生到病死是必經的 是不是 但是你做得多少 吹急鼻孔就得多少 那例如已經有一些腦弱的病患那些人 那你就在這些時候去看 就是看實一點 不希望你們會 會被殯儀業做到你們的生意 對不對 那還有我再說一次 那而這件事呢 在我 MIV那個group chat裡面呢 我都解釋過的 因為就曾經有客人問過 啊 那你說白事多 會不會是哪些星座的人 是特別容易受到衝擊啊 那再說一次 我不是說今年 即是看星座不是說死得人多 他不是直接說 這段目相遇時期死得人多 他是說 殯儀興亡 OK 所以他是用一個好的現象去呈現白事多 OK 那所以他不是說一個 會衝擊哪些人 令到他們會搞白事 OK 那所以我不可以跟你說 究竟哪個星座會 特別容易是做白事啊 那些東西的 OK 好 跟著下一個呢 就說 電影業最近被人搞了 OK 而這件事呢 再次在我全球華人只需知道的三大語言 我已經一早說了 2021 2021 漁村的朋友要小心些什麼呢 那我們會受到一些惡勢力的威逼 但是這些威逼呢 就是動文不動武的 OK 所以今年呢 首先少了很多流血衝突 但是你忽然之間有沒有神奇呢 其實在社運那一陣子呢 不是有很多被自殺啊 浮屍啊 被跳樓那些東西的 現在沒有了 你們覺得這麼多很神奇嗎 是吧 但是當然啦 用常理已經可以推斷到是發生什麼事了 是不是那些人是 是怎樣去離世的呢 是的 OK 但是呢 武力是會少了 但是 受到 挑戰 受到 衝擊的 社會範疇呢 就是一些文化 教育啊 藝術創作那些地方 OK 然後 教育學府 我們已經是看到 有非常之多的 一些洗腦啊 滲透的工作 在做著 OK 那 然後呢 忽然之間這幾天呢 就整單這個 電影的東西 OK 那當然這個就是一個 文藝的範疇 那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搞到出版界呢 或者是 唉 不知道啊 大家唯有去 繼續玩 去念一些 靈嚴咒 去護國安民 去護國安民 好了 那到最後呢 好像很灰 是不是啊 但是呢 講一些 開心消息 給大家看一下 OK 然後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在 今年 2021年頭 那個六星連珠的影片 我就有講過的 我真的講過的 那你們去 看 那 如果現在去買 買不買得及呢 不知道 但是我又要 只剩下我的聲明 什麼本產感 什麼不思覺投資 投資思覺風險 我並不是 作出什麼銷售那些廣告那些 OK 但是這些就是完全透過 玄學的角度去解構 人世間的力量 OK 但是買不買 就是你自己去 風險自負 好 好 最後 如果 如果你們是捱到 這個片段的最後 是看到現在的話 我講一聲恭喜 因為我會給你們一個彩蛋 我會變魔術給大家看 請大家 繼續看片 現在有碗色彩書 我要展示一個魔術給大家看 魔術 看不看裡面的公仔 嗯 噔噔 麻烈麻烈空 有顏色 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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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烈麻烈空 我要變酒 不要東西 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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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